玩具TV第33季第二集 完全是两回事 要介绍的就是作为玩具TV 试读专员DMS的推介 推介 超合金50周年EVA版Metal Build 看到盒子非常精美 是真的 因为它用了紫色加金属色调 令整件事非常装潢华丽 你也有印象 今次50周年也有四件 我少玩开EVA 不过看到这款是另立立的 我也有点喜爱 不过玩下去再知道 是否是否真的 非常好 今次有四个50周年限定 EVA VF1J 铁甲万能俠 及Metal Robot 1的Wing Zero Custom Wing Zero 差点说错 今次可以介绍到的就是 是未来动漫节会有其中三个 当然 它会是其中一只 究竟 你们会否选择 这个Metal Build EVA 作为试读专员 我现在立刻介绍给大家 提开 好闪亮亮 在坊间其实也有其他YouTuber介绍了 很坦白说 如果只是讲颜色 我不觉得它有问题 我自己来说 是 颜色我都 颜色我都 你给你的看事很怪 对 OK 本身其实你会见到主体 台座其实也麻烦了 超榮和其他兄弟帮手 整好主要 都会是用50周年这个Logo 大家看到EVA的台座 就用了深黑色 或者直接叫黑色 我没记错之前那是用灰色的 不要紧 不要紧 你说正常式的台座 好的 可以看看配件 要先看看 booked 你看看配件 熊很漂亮 定时火锅 整件EVA最美麗的就是朗基劳斯之窗 我沒有說錯名字 我就太記得了 有朋友就幫我補完 你會看到它那個金屬紅 加上如果我在轉我會暈 本身這個非常鎮定的電鍋紅 你看本身的窗和EVA的比例是非常美麗 這支是整組東西我自己最欣賞的地方 另外要麻煩你幫我補一補 謝謝 板件來說其實跟這個閹割版的Tamashelation版 沒有記錯就一模一樣 主要都會是台座一個套 另外本身的底座加上一些外掛的武器掛架 還有高洲波刀 另外一堆手型 是的 你會看到EVA來說 總共十隻手型 基本上差不多全部都是電鍋 除了手型不是電鍋之外 是的 還有效物電鍋之外 基本上全部都是電鍋 那些工具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喜歡電鍋就開心死了 好了,工具說明了 閹割版的Tamashelation版 再給大家一把刀 刀是一種顏色的 直接看看本題 好 很多人都說一個字 什麼字? 粗口? 是嗎? 儘量不要戴粗口 醜? 不是的,真的醜?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要求 我也覺得無所謂 如果你不愛 我恭喜你 換句TV看來是甚麼 就是試毒 還有一句 接下來 ACG2024香港 是有得賣的 那你有沒有需要考慮呢 我覺得看完這一集 你就可以做決定了 還有 是否 特別不要介意 我相信排隊的 可能很多都是公公婆婆 賣給孫仔玩 還有沒有需要 找公公婆婆 那麼辛苦去排隊 你又是可以在這裏 做決定 他沒有說幾隻 他沒有說 我猜你排隊的 你便一套 最多便買一套 因為你一套只有三隻 今次都沒有超爽要賽 不差再 買 最壞最壞就是 我完全不明白 其實初初大家都有聽過 超爽要賽的版權OK 沒有問題 搞定 結果 又是沒有VF1J系列 簡單來說 電視版初代的超時空要賽 你一樣不會在香港見到 你搞定的 只是除了超時空要賽 TV版 或者第一套劇場版之外 所有超時空要賽都可以見到 我的認知是這樣 還有 你見過Hobby Japan香港版 和你改封面沒有 你現在便看到 你想想 對上一集 超時空要賽封面 是VF1J 日文版Hobby Japan 香港便變成 FIRE Wreckley 我也知道不對勁 所以 大家買不到這隻韋基利 是意料之內的 在香港 回來了 轉了一個圈給大家看 主要本身大家看到 其實應該戴手套玩的 EVA式 主要都是大家看到這隻 那麼銀色 還有 就是 銀色 還有 最重要的 我想說 反而其實我覺得 是優點大家未必接受到的 透明件 你會見到其實 它的透明件主要是兩種 一種就是深藍色 或者我叫紫色 另外一種就是螢光綠 本身其實你問我這樣配搭 我自己來說 我不是唱反調 你看我平時有時候買開東西 試完讀 我叫你不要買 但是這隻如果在不炒的情況之下 我先總結了 是可以入手的 不炒多少錢 不知道 我也未出定價 大家其實都可以留意 我相信是Tamashin Nation的官方 或者是HKACG2024的官方Facebook 應該稍後時間會公佈價錢 它 鐵甲萬能俠 和Wing Zero 大家拭目以待 說回這件事 整件事大家就看到是這樣的 沒有特別需要再說 有甚麼 gimmick 整體重手 關節夠硬正 都是大家見開的MB 反而我自己不是舒服的地方 絕對和它的顏色沒有關係 其實這件QC 我看上去是沒有問題的 視覺上表面是… 是的 是英俊 所以變成擔心QC問題 似乎它相對簡單 比其他MBF或初號機 因為它不需要上色 不過我自己在外形上 最不喜歡的地方 反而不是它的顏色 是它和我沒有所有的marking 所以變成為了要表達到那種金屬感 就全部犧牲了它原本的 一些signature的marking 所以變成我自己的筆 就會寡了很多 因為其實MB來說 其實情報量 一向都是它的優勢 再加上它的移印 整件事就很莊惠 不過我不是說這個金屬色不Gran 但是它一旦沒有了marking 整件事我覺得完全不同了 超合金就超合金 我不知道 我代官方自己猜測個人意見 你有marking 就可能影響到超合金的外觀 看上去也沒有超合金 所以就不加了 當然你要做到電腦效果 電腦效果 可以另外給一張marking 然後你喜歡設計嗎 不是 重點是 如果有業內人士 不妨在下面給一些意見 是否因為真的做了電腦鏡面 就做不到marking 我覺得機會很大 因為你怎樣做 後面有一位專業的朋友 麻煩你走前一點說 是有位專家 我們有一個戴眼鏡 戴了沒有的專業朋友 在後面說了是不行的 我戴回來了 可以 都不斷以… 我突然想起有什麼玩具 都是有電腦 但又犧牲沒有marking 突然想起 我相信 我相信當年的可動戰士 白色的膊頭 都應該有個白字 那個是水貼 是嗎 玩具 可能它是貼 但延長貼上我就不知道 是 我印象中 疑印 真的比較少這個例子 但 我相信是因為這樣而做不到 也沒有辦法 但整件事好像… 簡單一點 如果真的要執著要marking 就算是正常式 兩隻都擁有了 我相信大家玩F 玩MB 都不是什麼難度 整個電腦式來說 其實跟平時玩開的都沒有什麼分別 可動性高 關節 不算是散修修 作為玩具也不用擔心 其實也有一句 這裡介紹給大家 最重要的是 看完實物 你覺得接不接受到 又或者你是否一個超級金迷 我一定要有一個50周年的紀念版才安樂 那你就去這個ACG排隊 後面有朋友說了我多一句 這個我就不給評論 最重要 你自己喜歡 就不要管別人怎樣跟你說 只要不是炒價入手 我就覺得問題不大 又不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的 現在是你買玩具 我建議大家看看實物 因為實物 如果純整個電腦 我就會震裂 但它是再加透明 再加銀色 再加上其他紫色 我覺得分別很漂亮 我真的不介意建議 OK 其實挺介意 多一句 最理想的就是 公公婆婆不用跟別人爭 不用拍太久 真的喜歡Eva 或者我都覺得這個顏色 自己能接受到的 正常價錢 我猜可能是一千多元 一千多元 一千多元 是嗎 正常價錢 應該是電腦 在哪裡來 在哪裡來 動漫節會有 為什麼 為什麼 撿回來的 在門口撿回來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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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